本节目由油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美赞臣博瑞赞助播出 7月21号 芒果TV同样有节二第十期节目上线 在这一期节目中 王涛刘璇夫妇带着五位萌娃体验徒步登山 体验目标管理之旅 当王涛老师刘璇老师布置任务给萌娃们 让他们在规定的十分钟之内 用爬山路上收集的材料完成一层花石 无意薄音浇水沾满画板 没法完成任务而崩溃大哭 王涛刘璇夫妇又是怎么缓解萌娃情绪的呢 材料已经用过 王涛老师再帮你剪一些材料过来好不好 你先坐着我先给你剪材料可以吗 这些东西做不了的 那个花在我心中谁都做不出来的 那你可以自己做出来啊对不对 那你男子还要我们马上做 我的材料已经没有了 你要什么材料 无意薄你先你你先你先抬起头来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今天出发的时候你身上带了一个什么东西 带了一个什么东西 勋章对不对 这个勋章是一个承诺是什么承诺 是不放弃 对吗 更让人为之惊喜的是 刘璇还为了节目特地录制了一个原创帖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妈妈生日快乐 宝宝创创造力满满 我选美赞成博瑞 国际成为优量DHA 让成长欣喜不断 美赞成 美赞成 芒果拉新闻 期待魔王们更多可爱表现啦 不倒 没关系 好 别人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